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好的日子了 当年的聚军业虽然靠着酷龙组合出道 但随着队友讲原来的瘫痪 他的明星之路也随即被堵死 此后的他只能在东大门租个小铺子 卖女装混口饭吃 再不然就是跑去打蝶 直到50多岁后 他还和70多岁的母亲一起挤在租来的房子里 先安利得地接受母亲的赡养 好在聚军业虽然心途不顺 但奈何命食得太好 总有女人可以心甘情愿地养着他 眼看着自己后半生无人托付 聚军业想到了20多年前邂逅的前女友 对方不仅心甘情愿把积蓄送给他 甚至连他的排泄物都不嫌弃 还有一位耸包前夫帮他养老 这样的好处怎能不占 20年没有见面 一个电话就决定结婚 这一段爱情故事开了娱乐圈的先河 也感动了很多粉丝 但是很多网友不相信 认为不可能不现实也不太合理 但大S一直以来的国民度很高 所以结婚初期 这些质疑都被感动浪漫所掩盖掉 如今金汪小飞一番闹腾 大S和聚军业的爱情故事彻底漏了线 所谓的20年不见面 一个电话就结婚 根本就是弥天大谎 实际上连早在2012年就开始偷偷联络 并且一起游东京 2018年聚军业又从韩国飞往台湾 疑似跟大S约会 PS聚军业的朋友在采访中透露 他正在跟一位已婚有了娃的妇女谈恋爱 婚后聚军业吃大S的 喝大S的 住大S的 同时还利用大S的人脉 为自己拓展事业 可他却忘了一件事情 他和大S的生活开销 以及家里的保姆和司机的工资 都是大S的前夫汪小飞之父 汪小飞可能养孩子 养前妻 但是不可能养前妻的现任老公啊 所以怒之下便公开喊话 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这场口水战持续了几天几夜 将大S和居军业推到了风口浪尖 而大S的女神人设轰然崩塌 沦为谎话连聘的绿茶 居军业则成为抠门 邋遢堕落 而且还有吸毒案底的寄生虫 居军业在中韩两地的口碑接连崩盘 大S先后帮他谈的四五个代言 连合约都没签 大笔的代言费眼看着就又重回了甲方的口袋 这就意味着大S还得继续承担去孕业的养老工作 不过通过大S歌词中所表露出的痴情言论 大概也不会嫌弃年过半百还吃软饭的光头 而除了歌曲中所唱的变态歌词 大S这些年来也曾被扒出过很多极端行为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大S还被扒出疑似信奉某种邪教 大S后部警处有一个图案十分另类的纹身 而经过网友的申巴发现 这个图案代表的是雷尔教 该教派不仅信奉 外星人可以统治地球 甚至还倡导 一个女人可以与任何一个男人约会 无需投入感情 男女关系十分开放 作为艺人来说 大S这些匪所思的言论 实在算不上三观正确 或许这也正是很多人无法理解 她选择聚军业的原因吧 大S狠起来 竟然连亲妈都可以舍弃 这一幕发生在大S妈妈 黄春梅参加的一档节目中 彼时她爆料 大S与汪小飞结婚之后 为了让妈妈在北京待得久一点 竟然考虑将自己的公公介绍给亲妈 尽管张兰与汪小飞的爸爸早已离婚 但如果眼看自己的亲家变成情敌 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感受 怪不得如今大S与汪小飞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张兰始终不肯放过远在台湾的大S和聚军业 想必除了不想赚钱养大S的光头老公 当初大S的所作所为 也是她如今不留情面的原因 而当两家彻底撕破脸之后 戴S亲妈黄春梅的反应也贯穿了舆论史中 在汪小飞以一己之力揭开戴S一家的虚伪面孔之后 戴S的妈妈黄春梅就曾深夜发文 一句为什么疯子骂人理所当然 疑似内涵汪小飞的发疯文学 不过事件发酵之后 网友们也逐渐发现 戴S妈妈除了质问汪小飞之外 与此同时也在内涵用八倍镜 发出S一家过往的网友们 因为在网友的申巴之下 发现戴S姐妹不仅有干爹 杨登奎力捧 妈妈黄春梅 还与台湾有名的官二代 黄任忠有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黄任忠不仅势力盘根错节 更是早在90年代就富甲一方 财产多到可以登上 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排名 黄任忠虽然号称是台湾三大丑男之首 但他却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 号称身边没有女人就睡不着觉 而他最有名利为女朋友 正是当年亚解出身的陈宝莲 陈宝莲当年虽然没能拿到亚解冠军 但却在风月片中一脱成名 成为了无数男人的梦中女神 可惜事业巅峰时期 陈宝莲被查出子宫水炮 与黄任忠分手之后又换上了抑郁 最终选择跳楼了解余生 而与陈宝莲相比 S妈黄春梅的命运远没有这么凄惨 黄春梅曾与陈宝莲和黄任忠 一同出现在一张合影当中 有消息称 她曾是黄任忠的管家 因此早在女儿还没出道之前 黄春梅就已经为两个女儿铺好了路 黄任忠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烈焰高手 可彼时的S妈却已经离婚 还带着三个女儿 这样的女人可以攀上台湾首屈一指的富豪 并且可以一跃成为她的管家 属实有点不简单 而当S妈被扒出这段故事之后 戴S当年的照片也被拿来与黄任忠做对比 发现两人之间的长相有很多相似之处 尤其是小时候赖唧唧的模样 更是与黄任忠如出一辙 如今黄任忠早已离世 网友们的这些猜测无法找到依据 只不过通过这些过往也能看出 戴S的妈妈并非回应媒体时那般宽容体面 戴S绝对是如今娱乐圈最痛恨的女明星之一 因为她凭借一己之力 几乎堵死了所有女明星驾豪门之路 从让前夫汪小飞帮现任老公交电费 到用假床垫混淆视听 彻底摧毁了自己在大众心中的形象 为了流量和财产 甚至不惜与前夫一家撕破脸皮 离婚后的每次大动作都几乎乍翻热搜 简直与豪门在乎的名声和低调形式背道而驰 要知道明门望族最在乎的就是外界的声望 正所谓娶一个好媳妇望三代 但明星人却总是容易爆雷 一旦传出绯闻 丢面子事小 影响家族的股价和生意才是大 相比于被豪门选中的郭晶晶和郭碧婷 戴S显然不是为了婆家低调付出的性格 毕竟与她在一起 汪小飞才是最卑微的一个 而戴S与汪小飞事件发酵之后 网友们也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汪小飞结婚11年来 广返北京和台北的机票费用 汪小飞去了台北700多趟 往返1400回 从北京到台北最低的机票票价 都要6300多 总费用最低还要超过880多万 最多甚至达到1500多万 更不要说疫情期间 还要遵守防疫规定 每次往返都要独自一人隔离好几天 而汪小飞与戴S的相处日常 更是十分窒息 两人参加节目时 汪小飞总是被戴S指责 戴S在节目中接到汪小飞的电话 得知没有及时之后 也会毫不犹豫地立马挂断 不管是结婚时还是离婚后 两人的相处模式 一直让网友们十分质疑 而两人撕破脸的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如今更是有军事专家出面解读 称其一家属于典型的杀猪盘 汪小飞与戴S离婚之后 还要支付高达4000万的赏养费 戴S的做法 无异于将汪小飞 当成一台隐形取款机 这样的行为 也让吃瓜群众 忍不住怀疑汪小飞被套路 如今张兰刚刚摆脱这位心机满满的前任儿媳 如今又要面临张艺莹的挑战 实在是不容易 不如直接接受网友们的建议 放弃儿子的抚养权吧 戴S这边似的不可开交 居俊叶一声不吭地跑回了韩国 像个隐形人 不仅如此 听说 居提供不出无犯罪事实证明 准备遣返 戴S和居俊叶结婚 与其说是嫁给了爱情 不如说是嫁给少女时的梦想 当年她是居俊叶迷媚 并且主动追求居俊叶 结果却被分手 所以如今跟她重续前缘 只是为了实现年轻时 嫁偶像的梦而已 一旦激情过去 回归平淡 两人的婚姻问题就会显现 久而久之将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于居俊叶取代S 或许是看中了她的财富 人脉和资源 将她当作事业 起死回生的跳板 从她婚后采访 以及各种行为举止 都能窥探到 她对大S根本不上心 PS 结婚时再无名指纹戒指 用不穿的牛仔裤 做包包送给大S 哪儿所有重要的日子 都记不清楚 更像是屈翼逢迎 一旦时间长了 她肯定会厌倦 而那时 她俩的婚姻 也就走到尽头了 当然 如果走到离婚那一步 居俊叶绝对不甘心 被轻易扫地出门 一定会在婚姻期间 掌握大S一家的把柄 届时用来要挟大S掏钱 而那时的大S 也许会像现在的汪小飞一样 成为养前任的冤大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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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